我们准备开始上课 好 各位同学 这个 关于管理会计的专题报告 我已经都全部的回信了 记得还有一两位同学 这个 没有写学号或者上下午班的 我有推荐 可是也不见得那个同学 再给我补充 我忘记哪一位了 所以同学可能要注意 其他应该全部有交报告的都已经都已经回信 上个礼拜有给各位看一个写得很烂的那一个听演讲新的报告 那个同学第二天就补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新的报告回来 我还觉得不错 那这段这个上礼拜看的过程里面 其实跟他类似写得很差的还有两三位同学我都有回信 我相信收到报告的同学应该知道 因为我会给你我会有写说你写得很差 请同学还是要注意日后啊 这种所谓的交报告还要稍微花一点心思 到了企业界去以后啊 这种如果交这么一次报告 搞不好你在这一家公司就大概就就就就爆废掉了 OK那另外就是第二次管理会计考试的问题 我一封都还没有回 我是分阶段先把新的报告全部回完了 这个礼拜开始 我礼拜三就可以开始来处理 第二次管理会计考试的问题 应该会到礼拜六把它结束 所以说下一次下礼拜上课的话 还没有收到我对于你的你的来信的 对于第二次考试的问题的回复的话 那就再来也没有跟我问问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一月六号还是要正式的上课 因为我可能上不完 所以我预计一月六号还要上课 然后一月八号就考试 本来是预计上到这个月的三十号 一月六号就可以把它上完就不用再上 可是因为课程内容还是比较多 所以一月六号还要上课 OK我们上一次上课是 上一次上课是这个 上到了这个定价决策 在定价决策里面 谈到了外部的影响因素 跟公司企业内部的影响因素之后 我们开始要回归我们的会计的基础 来讨论如何定价 那我再强调一下 因为价格太重要了 所以讨论价格的有好几个领域 最早来研究价格的就是 这个经济学 经济学所谓的 看不见的那一只手 就是按照动虚之间 互动之后 慢慢形成的一个价格机制 来让这个市场 维持一个有效率的秩序 这叫做经济学上的 看不见的一只手 这个是古典经济学里面 一直到今天为止 这个价格仍然是 经济学里面重要的一个变数 那这个行销学也在讨论定价 不过行销学的定价 强调的是从心理的词念 还有行销技巧的策略 来探讨定价 我们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去店里面 看东西的时候 大部分的商品 它的价格的尾巴是基数 通常都是酒了 为什么它要卖199块 为什么它不卖200块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难道会卖200块就卖不出去吗 它跟199差一块钱呢 可是好像没有一个厂商 敢冒险说 我就定200怎么样 卖399我就定400 那390不可以吗 可以注意看 很奇怪的就是尾巴 都是一个基数 这个就是行销学里面 按照消费者心理的状况定出来的 不止这个状况 我们其实消费者的心理很奇怪的 我看到一个报道之后 我也蛮惊讶的 后来问了百货公司的经营者 他们也是这样讲 我们进到商店或者百货公司里面 如果这个商店或百货公司 他不是自己在经营进出货 他是用专柜的方式租给人家的话 那因此呢 这个每一个专柜的租金 有的时候会不太一样 如果进大门口的租金柜 这个合理 最靠近边边 那个角落的租金大概就很便宜 但是有一些租金呢 它也很奇怪 像比方说我们一进到百货公司的大门 一进去的右边跟左边两边的租金就不一样 电舞梯一上去的右边跟左边租金也不一样 那通常右边贵还是左边贵 他认为 认为右边贵的请举手 猜猜看 手放下来 认为左边贵的请举手 没有啊 欧君 你认为为什么左边贵比较贵 我两个都举手 你两个都有脚都没注意到 我看这个影片是 他讲消费者 然后有交加户右边 消费者比较增向右边 但又有交加户比较增向左边 是 那你个人认为呢 我觉得都有 你再试一试看看 下一次没有墓地进到百货公司 闲逛的时候 坐到电舞梯上去 所以一出去的时候 习惯右边还是左边 你先试试看 我自己曾经看到这个报道以后 我就发现在电舞梯的上去 都不晓得往哪边走了 因为一直在想 到底要右边左边 按照心理学上来讲 人习惯往右边看 除非是左撇子 刚好习惯相反 但是左撇子的人口比例不到10% 所以90%的人都会习惯往右边看的时候 右边的租金就比较贵 就这么简单 那有些百货公司 后来要打破这个迷失 所以他每个月 把那个电舞梯啊 调整一次 一次是 这个月是这边上 一个月这边 这个月下 然后那边上 来打破所谓的左右边的那种迷失 但是还是很难 我们还是习惯啊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目的 逛百货公司 其实大部分的人是没有特别的特定目的 就是闲逛 闲逛的时候还是习惯先往右边 绕完一圈再到左边来 所以被先看到的购买几率比较大 所以他的价格 他的租金会贵 他的东西卖的价格也可能会比 类似商品稍微贵一点 因为消费者会习惯被那边先吸引到 这些都是行销学的定价吧 那甚至啊 这个还有一个定价也很有趣的 就是策略 策略领域啊 也会讨论到定价 我们策略有强调 什么差异化 强调什么成本领导 成本领导就是意思就是说 那个价格搞不好是走低价的 但是至少要以成本为基础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蛮高兴的 他把会计的成本拿来作为一个基础 还有差异的 那差异策略呢 就是意思就是指 他可以不依赖成本 而可以把价格又定高一点 这是这个策略的领域里面 那策略领域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结合了这个叫做 不同区位的定价方式 来形成了一个差异定价策略 各位同学可以先想想看最近的 这一波啊 这一波高铁的高铁的什么那个价格策略 同学有没有发现 它的价格变得活泼很多 虽然涨价了百分之几啊 百分之九是不是 他现在目前的价格比以前又贵了 以前一千四百多块钱 一千四百九十块钱 现在一千六百多块 那一张全票 那他现在又变成 以前的来回票 以前的自由座是九五折 现在变成九七折 都比以前的价格要不利 要看起来不好 但是他给学生呢 半价这个或者七折的时段变多了 还给那个什么 我先忘记了 他那个价格现在花样太多 这就叫做不同的差别定价吧 是一种策略 这个策略的基础是希望能够了解 有一个基本的统计数据 了解这个一个礼拜下来 平均的座位班次分配 在很少分配的班次下面 他希望用很多的优惠 来把那个座位做满 因为一部车子一开出去啊 基本的花费就差不多了 多做一个就多赚一个 大概用这种方式 这就是策略角度来做的定价方式 那另外还有一些价格的制定啊 这个很经典的 让我们有时候一开始啊 很不清楚的他到底是什么目的 但是这种定价这个 会让人家记忆非常的深刻 我这边讲的例子 可能在座的同学已经都不清楚了 有一个早期台湾有一家航空公司 这家航空公司啊 是一个在中部啊 地区搞营建起家的一个财团 他们也想搞这个 那个航空公司 当时台湾啊没有高铁 连影子都还没有 十几年前的事了 这家航空公司叫做瑞联航空 有听过的警局上 瑞士的瑞 联合的联合 哎呦你怎么听到 哪个老师 哪个老师 张成大老师有讲 他也还蛮年轻的 他也听过了 这个瑞联航空啊 瑞士的瑞联合的联啊 这个老一辈的人啊都听过 这个所谓的老一辈就是你们的父母这一代啊 都听过这个 不相信你回去 或者网路上去查 回去问你的父母 为什么 这家航空公司 进入飞机航空的市场啊 他是怎么进入的 他推出了一元机票 来进入这个航空公司 从台北飞高雄一块钱就好 当时台北飞高雄啊 最贵的是一千九百块钱 最便宜的是一千六百块钱 有中华航空 长荣航空 力荣航空 华信航空 还有富星航空 等等之类的 这些大概都是台湾老牌的几个航空公司 他们在飞台北到高雄 高雄在台北的时候啊 这个像中华 长荣大概就一千九 什么力荣 富星 或者那个华信 华信跟力荣 都是中华跟长荣的子公司 没错 他们就走低价一千六 所以高铁的一千四百九一出来 他们全部打败 不飞国内线了 那这个还没有高铁以前 他们在飞这种价钱的时候 瑞联航空用一块钱的机票推出来 一推出来的时候 然后立刻就轩然大波 被认为这个是完全不合理 确实我们看起来也觉得不合理 后来这个航空公司有强调 他说我们一元机票 只有在每天早上的头两班 跟最晚的晚两班 只有一元的机票 刚开始这样讲 后来变成只有头一班 跟最晚的一班 其他都还是正常 他的正常机票呢 也只卖九百九 不超过一千 那这个 当然了 这个一块钱的机票 让这个交通部啊 还是插手管了一下 所以他们大概一块钱的机票 做不到一个月 就结束 就开始按照正常的飞机 用超便宜的九百九十块来卖而已 因为他的飞机那个不多 所以班次其实也不是很多 那个老板出来说的时候 他说我们用一块钱的机票 其实是宣传效果 一架飞机最多能够做多少 他那个飞机不大 我们估计他说 坐满其实两三百个 就算他坐五百个人好了 那一张机票 原来按照行情来讲 两千块好了 最贵的两千块 那他呢 那一块钱他就赔两千嘛 五百个人赔多少钱嘛 对不对 你可以诚诚看嘛 然后 早上一班 晚上一班 连续搞 搞不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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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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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礼拜就被交通部开始纠正制止 他花不到一千万台币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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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票钱 做到了人家花一百亿台币都拿不到的广告效果 要记住 所以从一元的飞机 一元的机票开始 后面的什么一元手机啊 一元什么 全部都是那个概念来的 所以对行销来讲 行销学来讲 那个瑞联航空的一元机票 是个经典中的经典 而且是全世界没有人做过 台湾第一个搞这种花样出来的 但是瑞联航空倒闭了 因为它的银件的母体啊 在后来台湾经济那个建筑业遇到的冬天 很多上市公司都都倒闭了 它也很难逃过 再加上航空业的成本计算啊 其实是错误的 所以一直拿银件业赚的钱去贴航空业 还没有贴到这个航空业站稳 银件业本身也垮 航空业跟着垮 就全部倒光了 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很经典的案例 但是可惜后来失败 所以我是提到说 所有的成本 不管你玩什么样的花样 不管你是用策略的 用谁挑的 你最后还是要回归到 你要获利 将本求利 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会计领域的定价方法 既然回到了会计领域的定价方法 就不外乎将本求利 本就不外乎成本 成本就不外乎全部成本 或者是变动成本的基础 最多再加上 投资报投资的概念 来做定价的基准 OK 首先看全部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方法 全部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方法里面 它的全部成本 意思就是包含了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跟管销费用 就全部的成本的意思 拿这个来做定价基础 这个价格 除了cover全部的成本 还要获利 所以还有加上预期的利润 那全部成本定价法 可以按照 采用不同成本的基准来分的话 有全部成本加成法 加工成本加成法 跟归纳成本加成法 这主要的三种 全部成本加成法 就是把全部的成本加在一起 再加上预期的利润 除以我们的产量 就得到每一个产品的单价 只要这个单价按照预计的销售量销售完 我们就可以得到预期的获利 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这个加成百分比 就是单纯的预期的获利率 利润率 那我们可以看例子 一月份公司生产一万个单位 制造成本为三万块 管销费用是五千 预期的利润是五千 那全部加起来除以一万个单位 每一个售价四块钱 这个非常简单 那受商公司每个月耗用 直接材料二十万 直接人工十五万 制造费用三十万 管销费用十万 那每月预计销售量五万个单位 他希望预期的利润率是百分之二十 请问要定多少价格 也一样 把所有的成本加起来 所有的成本加起来 除以它的产量 就是单位成本 单位成本是十五块 加成百分比是百分之二十 十五块乘上一 加上百分之二十 就得到十八块钱的 这样子的一个售价 很简单吧 这个全部成本定价法 那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啊 跟着这个看它的优缺点 全部成本的加成的优点 就是简单明了 容易计算 而且做财务报表 刚好要用全部成本 同时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 用全部成本定价 又全部能够卖出去 就保证获利 而且可以保值 它的缺点就是 如果市场有个波动 我们缺乏弹性 缺乏弹性 特别对于短期性的决策 没有办法快速算出所谓的 价格底线 来因应竞争 这是全部成本的缺点 第二个是加工成本加成法 加工成本 不要忘记 这一开始就有提过的这个概念 它就是来料加工 把材料不算在内 直接人工跟制造费用 这叫做加工成本 这个基础就是说 加工成本拿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加上制造费用 所得到的加工成本 作为基准 乘上一加上加成百分比 而这个加成百分比 就是预期的利润 这个预期的利润 它只靠这个小小的 这个基础啊 所以它的比例啊 应该不会太多 因为算完了以后 再去加直接材料 再去加管销费用 才会等于它所谓的售价 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加成百分比 用加工成本的基础 是比刚刚全部成本的那个 全部成本的基础 是要来的小的 好我们看这个例子 用前面那个例子 来做一个对比 前面的加成百分比 至百分之二十 现在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例子 那公司是以加工成本为 加成百分比计算 预期加成百分比 还是百分之二十 这个时候 我们是拿直接人工 加上制造费用 乘上一加上百分之二十 再加上直接材料 再加上制造 再加上管销费用 除以五万个单位 这时候得到每一个单位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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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售价是十六块八毛 那刚刚前面的算法是 全部成本的基础算法是十八块 所以现在变成十六块八 因此用加工成本来做 加成百分比的话 这个加成百分比 应该要比全部成本法下的 那个加成百分比要来的高 才有办法价格才会变成类似 否则的话你的价格就会偏低了 问题是 为什么要用加工成本加成法 来算售价 它跟全部成本加成法 又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 先有一个概念 来料加工原料 本身是没有任何附加价值 如果原料进来 把原料再卖出去 我们只是做一个通路商而已 我们只是提供一个通路的方便 那现在就是因为原料经过加工 才会产生它的价值出来 那这个加工的层次 它的难易度复杂度 有没有被考虑到 在全部成本加成法 可能没有考虑到 可是加工成本加成法 因为用加工成本做基准 来做加价的百分比的话 就因此会被考虑 我们看下面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中山公司生产嘉义两种产品 甲产品是大理石 银薇钢 乙产品是一般食材的雕像 大理石的食材是很昂贵的 我们在花莲 是有一个大理石矿 所以花莲去花莲玩的时候 基本上到处都是食材的 这种销售展示处 里面都有很多大理石的 这个产品 那如果拿大理石做烟灰缸 这个烟灰缸可以用 透过机器来雕塑 很快可以雕出来 那这个因此呢 大理石的烟灰缸的成本结构 材料是100块 人工跟制造费用加起来是50块 管销费用20块 总成本170 那石材的雕塑 一般的石材 石头到处都有 所以材料成本不贵 石材是20块 问题是雕塑 是需要很多的人工的 还有很多技术 所以人工跟制造费用加起来 就是85、130 那这个情况之下 管销费用20块 所以加起来还是要170 假产品跟乙产品 总成本都是170 那成本资料如下 现在要定价的话 用全部成本定价 跟加工成本定价 会有怎么样的不同 这个定价 假设公司定价 都是由会计主任定 那会计主任为了求记账的方便 都用全部成本加成法 而且按照公司的以往的经验值 用加成百分比20%来计算 那可是销售经理认为 这两个产品的性质截然不同 好像不应该用这个全部成本加成 应该用加工成本加成 而按照经验法则 同样的是经验法则 加工层次的百分比应该是50% 那请问这两个方法的定价有什么差异 我们先看全部成本加成 就会计主任的主张 它的假产品 全部的成本是170 加成20%加成4块 产品定价200次 那以产品大理石石标 全部成本也是170 所以售价也是204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制造成本里面 材料成本 占了制造成本的67% 在大理石烟灰缸里面 在一般食材里面 材料成本 占了整个制造成本 才占20% 所以 看得出来哪一个合理哪一个不合理 所以以产品 它这个 那么便宜的材料 那么多的加工成本都被忽略掉了 就一个简单的20% 来做总成本的定价 变成两个产品没有任何差异性 是不太合理的 那加工成本加成法里面 我们再看加工成本 按照销售经理的主张 假产品捏薇钢 它的直接人工制造费用是50块 它的加成百分比是50% 就是25块 所以小计75 那以产品小计是180 再加上直接材料 跟管销费用 所以假产品定价195 以产品定价230 那看得出来 利用加工成本定价法 把实材雕刻的 加工程式的难易度 给标榜出来 而把假产品的 烟灰缸的这个高贵的实材 100块钱 而没有好好把它处理掉的 这种廉价的加工成本的 也考虑到 所以定出来的价格 就跟刚刚不一样了 那刚刚的价格是一样的 都是204块 刚刚的204块的价格里面 这个204块价格里面 隐含了什么呢 隐含了 把假产品的 加工程式的困难度的 所应该要高定价的 但那个利润呢 贴不到大理石 因为刚刚的实材上面去 OK 那加工成本加成法的 优点啊 这个 他考虑到了成本结构 加工程式跟作业的难易度 那这个 加工成本的缺点啊 就是全部成本有的缺点 加工成本也有 也就是一样的缺乏 短期 竞争的时候的 这个弹性跟 这个反应 没有办法提供 价格的体现 也没有办法 最重要就是 所谓的加工 百分比啊 没有办法客观的取得 第三个全部成本 加成法的是 归纳成本加成法 归纳成本加成法 跟全部成本加成法的不同 就在于 归纳成本的基础 只有制造成本 就是直接材料职业人工 跟制造费用等哪类 那这个 以这个基础来做 那个加成 那我们如果用 损益表的观念来看的话 这个加成百分比 就是等于 毛利除以消货成本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 生产成本三要素啊 乘上1 加上加成百分比 就是售价 这个加成百分比 暗含了 要盖住管销费用 跟预期利润 而 消货收入减掉消货成本 等于毛利 毛利 减掉管销费用 等于 净利 所以 把净利管销费用 要把它 这个 这个考虑在内的话 就用 毛利除以消货成本 得到的加成百分比 一加成完了以后 扣掉预期的 管销费用 就一定可以得到预期的净利了 所以我们这边 售价等于 生产成本 成上1 加上加成百分比 这个生产成本 就是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成上1 加上加成百分比 而这个加成百分比 就等于毛利 除以消货成本 这个地方里面 跟前面的全部成本 不太一样 前面的全部成本法的 加成百分比 就是很单纯的 预期的获利率 归纳成本加成法的 加成百分比 是除了预期的获利率 还要cover掉预期的 会发生的管销费用 所以用毛利除以消货成本 就可以得到加成百分比 我们看这个例子 财産公司的产能 是1万个单位 成本资料里面 每单位的直接材料6块 直接人工4块 单位变动制造费用3块 单位变动的管销费用2块 固定的制造费用是7万 固定的管销费用是1万 公司想要用 归纳成本加成法 来帮公司产品定价 加成比例是50% 它的售价是多少 我们先把单位的 制造成本算出来 材料、人工、 电动跟固定的制造费用 单位制造成本是20块 虽然会免有固定的管销费用 跟变动的管销 跟固定管销 可是这个管销 制造成本是20块 就够了 因为归纳成本 只要生产成本就好 单位售价就是20块 乘上1加上50% 加上50% 那售价30块 如果售价 一个售价是30块的时候 它的生产成本是20块 30块减掉20块 毛利是10块 这个毛利是10块 除以生产成本的20块 加上50% 刚好50% 没有疑问吧 这个很简单 看起来翻来覆去的 OK 再强调一下 归纳成本加成法 它的加成百分比 是用毛利 除以生产成本 那古山公司生产模具设备 以归纳成本作为定价加成的基础 这时候有个订单 168 XY168 公司预计加成比例是50% 那这个XY168的批次生产估算资料如下 那它的报价是多少 直接材料 8400 直接人工9900 制造费用10200 所以总生产成本是28500 加成百分比是50% 加上14250 总售价是42750 这个是在生产制造业里面 非常容易看到的 他们通常称它叫BOM表 BOM表 BOM表 这个BOM表里面就是在谈 它的生产成本的结构内容 以及它如何去计价 OK 到这边为止 可能在这边 稍微敏锐一点的 敏感一点的同学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已经知道了加成百分比 我们不就也知道了售价吗 加成百分比是从毛利除以生产成本得到的 我们如果知道毛利 我们不是就知道了售价 因为销货收入要减掉 销货成本才等于毛利 我们已经知道毛利 我们也知道销货成本 那我们难道不知道售价 我们干嘛要去算它的价格 这是一点矛盾 没错 这个矛盾啊 在我们所有的参考书里面 包括成块管坏的书 没有人去解释 其实在工厂待过 大概就清楚 我们真正的定价 当然通常都是为新的产品定价 旧产品就本来的价格干嘛要定 我们在谈定价决策的时候 是希望能够将本球力 算出这个产品的价格应该是多少 表示它在市场上 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但是全新的产品到底是少 在生产制造过程中间 大部分都是类型类似的产品 制成类似 类型类似 产品类似 只是也许换了一些形式 或换了一些功能 但是大致上是一样的 所以在看到这个 归纳成本定价法的时候 要先了解 它不是为一个 从来都没出现一个全新的产品 来做定价 它是一个在市场上 有类似产品 在销售的产品 在定价 而这个市场上 在销售的类似的产品 它的毛利 我们可以拿来作为我们的依据 来参考作为定价的一个技巧 那重点呢 就是说 对预计的管销费用 加以更深入的控管 我们预期的利润 可以透过预期的类似的毛利 来做掌握 只要把管销费用控管好 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了 所以这是它的归纳成本的重点 它的优点是计算也简单 特别是使用标准成本制的制造业 因为没有价格波动的问题 所以常用这种方式来做定价吧 那归纳成本的缺点 基本上就跟前面全部成本其他的缺点一样 就是缺乏弹性 针对短期性的激烈的竞争 包括价格 包括短期决策 这个没有办法反应 那因此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 全部成本是标准产能概念下 长期决策之下的定价基础 就是标准产能概念下 那变动成本为基础的定价 那既然全部成本讲完 那一定会就是变动成本 那变动成本为基础的定价之下 当然就是以变动成本为主 变动的材料 直接认工直接材料 跟变动制造费用 跟变动的管销费用 这是变动成本 那变动成本定价法 又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 像某一个叫做变动成本加成法 又要编辑贡献定价法 那变动成本加成法呢 就是用变动成本为基础 乘上一个加成百分比 这个加成百分比 就必须要盖住所有的固定成本之外 还要求得合理的利润 它的公式等于售价等于变动成本 乘上一加成百分比 我们看例子 中央公司生产简单型的手机 预计销售一万个单位 公司预计以变动成本加成法来定价 加成比例是百分之一百 公司的成本资料无限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 变动管销费用 所以整个的变动成本是十五块 那它的加成百分比是百分之一百 它的收价就是三十块 这也没什么好看的 那问题是 这个百分比怎么来 我们现在讲起来好像 好像很顺 是不是经验法则 还是预估的获利 甚至是可能期待的报酬率等等呢 那我们如何能从消货收入中的预估 扣除固定成本 还可以得到预期的利润呢 这个地方它的加成百分比是有公式的 它是着眼于短期定价的决策 在公司长期预算规划下面 已经先有了完整的成本跟销售资料 我们再用此基础来计算加成百分比 这个时候我们把预期的利润 加上固定的成本 这个以前在CDP分析里面就讲到 它这边只是用预期的利润 加上固定制造费用跟固定的管销费用 除以这个下面呢 因为要算加成百分比 就用销售量呈上单位变动成本 包括单位的制造跟管销费用 这个时候得到的百分比 就是按照那个方式做一个加成百分比 卖出去之后就可以盖住固定成本 同时还可以达到预期的获利了 我们看例子 普山公司是一个生产相照的小型企业 每年销售量是5万个单位 变动成本每单位20块 固定制造及管销费用是每年100万 预期的利润每年也是100万 公司预计比变动成本加成定价 这个加成百分比是多少 我们就拿这个公司套进去看 得到的加成百分比是200% 那单位的变动成本是20块 它的售价就是20块乘上1加上200% 就变成售价60块 如果用60块去卖 都卖光了 它可以把所有的固定成本盖住 同时还可以获利100万 OK 我们去做个验证同学就可以知道 完全可以吻合 变动成本加成法的优点 它是有了变动成本的资料之后 应付所有的短期决策的需要 以及价格底线的要求都很方便 它的缺点就是 因为用变动成本的基准 对长期产能 是否有效的掌握跟应用 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估计到 这也是变动成本的局限性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变动成本的局限性 中山公司生产小家电 每个月的销售量是1万个单位 变动成本每单位15块 固定成本每个月是8万块 公司预期利润每个月7万块钱 单位的售价与变动成本加成100% 计算 公司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因为变动成本每单位15块 加成100%就是30块 我们拿这个套进公司 只要我一个30块钱 可以卖1万个单位 我的获利就可以达到7万块 所以消货收入是30万 减掉变动成本15万 编辑贡献15万 减掉固定成本8万 预期的利润就可以达到 但是问题是市场开始发生的波动 市场的波动啊 销售量啊没有预期的那么高 假设销售量只有 从1万个单位跌到了5000个单位 会怎么样 跌到5000个单位 当然要算一下 肯定获利急速的减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 销售变成5000个单位 收入只有15万 变动成本7万5 减完了以后 编辑贡献7万5 再减掉固定成本8万 大法就亏5000块了 这个是变动成本啊 我们说它的局限性啊 变得是遇到销售的波动的时候 这个很容易就会进到亏损 问题是这个 不是只有变动成本定价法才有啊 这个全部成本可能更糟糕啊 我们还记得吗 在CVP分析里面 在变动成本法里面有提到 这个全部成本啊 当如果它的销售量降低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它还获利更高哦 只要它的产量拉高一点 销售量降低它的获利还比 那个销售量高的时候 产量低 销售量高的时候 获利还要更高哦 原因就在于 因为它有很多的 得救贪急贪到的存货里面 形成资产 会误导 计划更多 那变动成本法呢 虽然也有一个局限性 但是变动成本法至少有一个好处 销售量降低 利润降低 销售量增加 利润增加 这边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要怎么知道 销售量降低到什么时候会进入亏损而已 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 用所谓的CVP分析里面 叫做数量的敏感度 来作为它的一个补助工具 比方说数量的敏感 系数是5倍 换句话来讲就是20% 如果销售量往下滑 滑超过20% 就进入亏损区 还记得这个吧 用这个两个互相的一比较 那变动成本法虽然有它的局限性 但是至少还有古旧的方法 而且还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全部成本法在这上面 反而更是一塌糊涂 完全没有办法提供 OK 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 等下再继续 变动成本定价法里面的 编辑贡献定价法 编辑贡献定价法 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编辑贡献来定价 可是编辑贡献好像不是一个点 而是一个整个区块 它是由超过的收入 减掉变动成本等于编辑贡献而来 所以编辑贡献呢 这个方法着重于市场激烈波动的时候 如何决定一个价格弹性调整的一个区块 一个空间 也就是价格的上下限要怎么算 那这个方法是以变动成本的计算程序 先算出编辑贡献 再句子算出加成 编辑贡献加成再算出价格 我们看到中山公司生产小型马达 每年预计的消购量是1万个单位 变动成本是50万 固定成本150万 公司预计利润是50万 那这个编辑贡献定价法的定价弹性 它的调整的上下空间各为多少 先看一下 变动成本是50万 预期的利润是50万 所以加起来消货收入就应该要有250万 从50万加150万的固定成本 等于总成本 单位成本是200 再加上预期的利润50万 得到250万 所以每一个售价是250块 从这个过程里面 价格最高的上限是售价250块 那才获利 获利是准一两平的 那个价格是200块 那价格的底线是50块 换句话来讲 从250到50块之间 是它的一个利润的空间 那是它一个边际贡献的空间 而这个边际贡献的空间 就是所谓的价格弹性的调整范围 那如果今天假设如果我们的产品是 在250块的售价在市场上 跟竞争对手大家相安无事一起这样子卖 那如果今天竞争对手 突然把价格从250降到230 那我们要怎么去因应 如果公司有很清楚的计算 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区间的话 就有好几种可能 一种是我闻风不动 250块继续卖 我如果有把握跟你 可以插隔开来 你降价不影响我 这当然是最好 要不然就是我跟着你 如果我会被影响到 因为你的降价 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对应策略 我跟着你降到230 反正我还在获利 我就用230 但是有没有可能我降到220 既然你开始要降价 那我比你多降一点 我降到220 我搞不好比你更好卖 我要赚 我的量更多 我会赚得更大 或者甚至 如果我发现这个 降价有恶意的性质 我要不要一口气降足 降到了180 让对方觉得 开始亏钱了 不好玩了 来找我来谈判 否则的话我就给你 我还可以再撑一段时间 因为我的底线是50块 对方搞不好会说 你封掉了 怎么搞这种价钱 那我会管过头来讲 你更封 本来250 大家卖得好好的 你干嘛降价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一块区块啊 就是我们可以去做 很多很多 策略运用的一个兼具了 一个兼具了 编辑贡献 在这个例子里面 就是250万 减掉变动成本的50万 它是有足足的 200万的编辑贡献 OK 那按照这个公式来讲 编辑贡献除以变动成本 得以加成百分比 这是编辑贡献法 加成百分比的公式 编辑贡献除以变动成本 那这个编辑贡献是200万 变动成本是50万 所以编辑贡献除以变动成本 得到400% 那单位售价就是 一个50块 单位变动成本50块 乘上一加上400% 就得到250 所以中山公司的马达售价 上限是250 底限是50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 上限是250 底限是50 按照加成百分比 400%来的 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价格的区间 可以很激烈 弹性的变动 但是基本上 还是要考虑到成本的角度 将本求利 将本求利的角度 只是市场上激烈的价格波动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也许是市场的结构 也许是竞争的态势 也许是生命的周期等等 我们在这个定价法里面 会发现跟归纳成本定价法 同样的逻辑上的错误 既然已经知道了加成百分比 加成百分比是等于 编辑贡献除以变动成本 既然知道编辑贡献 难道不知道售价吗 因为编辑贡献价 减掉变动成本等于编辑贡献 既然知道编辑贡献 理应知道售价 那为什么还要在求所谓的价格呢 一样的跟归纳成本的类似的现象 也是在类似的产品上 之前已经有类似的编辑贡献的概念 而这个目的主要也是一样 在了解整个的价格区间的区块程度是如何 也是一样算类似的产品 而且不是求一个点价格点 而是求一个价格区块 我们以刚刚的例子来看 底线是变动成本50元 上限就是以自然的售价250 那250为主 所以这个整个的区间就是从50块到250块之间 看你怎么去摆动市场的状况而定 那市场有什么样的状况需要来调整所谓的价格 如果有剩余的产能 又碰到了低价的额外订单 但是只要有剩余的产能 额外订单可以超过电动成本 提供额外的编辑贡献 这时候可以接单 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价格底线的好处 其次遇到策略上 特定订单发生激烈的竞争的时候 竞争这些特殊订单的时候 这个价格定 报价的方式会逐步的往变动成本这边倾斜 知道价格底线 当然就很容易决定要不要去抢这个单 碰到市场上 撒价竞争或经营艰困的时候 价格底线也很重要 最后一个就是 产品接近生命周期的尾端的时候 新产品已经准备叙事代发进入市场 旧型的产品开始要用收割策略 就是收cash回来的策略 这个时候也可以只要能够比变动成本超过 尽快的把它价格往下压换取现金也是一种 所以变动成本得到的结论就是 市场导向概念下 短期定价决策的基础 市场导向的概念下 短期定价决策的基础 再看一个叫做 投资报仇率为基础的定价 投资报仇率啊 它跟我们的利润率不太一样嘛 因为投资报仇率是用投入的资产来做基准 那这个有些公司可能不是用获利多少 而是我投入的资金多少 我期待最少要有这个报仇率 我能够把它透过销售过程 把这个投资报仇率赚回来 那我们怎么办 这个过程里面 公司比较复杂 这个是最早在1954年的时候 美国的会计师协会 NAA 这个国家会计师协会 就已经定出了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到今天 基本上都依然沿用 就是如果你要用投资报仇率的话 单位价格等于上面的 产销总成本 加上你想要达到的 投资报仇率 比如说你投入的资本 要有10%的投资报仇率 就这么写10% 乘上你投入的固定资产 括号起来 除以你的销售量 再除一减掉 我们预期达到的投资报仇率 乘上变动资产 这个就得到单位的价格 就得到单位的价格 用这种方式来做 这经过他们在1954年的时候 他们这个会计师协会里面 公定了一个公司之后 大概又用这种方法来定价了 那我们用例子来看 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定价 然后真的按照销售量 销售的时候 获得的利润 就可以达到预期的 投资报仇率呢 我们先用这个例子来看 中山公司 预计每年产销量 有1万个单位 固定的投资额是 13万2500元 变动的投资额占 销获的20% 那单位成本资料 直接材料是6块 直接人工4块 制造费用里面 变动4块 固定7块 加上管销费用5块 每一个单位的 这个成本是26块 那公司股东 期望的报酬率是10% 总经理就问会计主任说 要如何定价 才能达到股东的期待要求 这个也没有太困难 我们套前面的公司 套进去之后 就可以算出 他的单位的定价 那这个公司套进去之后 我们算到的单位的定价 是27块8毛8 所以会计主任会告诉 这个总经理 这个定价是27块8毛8 我们如果可以顺利 把1万个单位卖出去 我们的获利 就可以达到股东要求的 投资报酬率10% 因之10的要求了 OK 假设了 27块8毛8 真的都销售出去了 总销售收入是27万8千8 减料总 全部的变动成本 得到边际贡献13万8千8 再减料固定成本 获利1万8千8 那投入的资金是多少 固定的是13万2500 变动的是 消购金额的20% 所以加起来 投资额度是18万8千260元 获利是1万8千800元 所以投资报酬率刚好10% 投资报酬率10% 那请问利润为定价基础下 以投资报酬率为定价基础下的差别在哪里 前面都在谈加成百分比 用利润的加成百分比 来做这个计算 就是将本求利 将本求利 那这边已经开始不是将本求利 而是用投资报酬率来做一个定价 有什么差别吗 当然有啊 因为一个确实是用营收的利润 一个是用投入的资产来做基准 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这个例子里面 投资报酬率是10% 获利率是多少呢 获利率这个例子 获利率在哪里 你利润在18,800元在这边啊 那它的消货收入多少 消货收入是278,800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获利率只有6.743% 6.743% 而投资报酬率是10% 投资报酬率是1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 呃 李懿成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 投资报酬率通常比获利率高 投资报酬率10% 通常比获利率高 获利率只有6.73% 是不是 是不是 丢在这边嘛 黑板上就看到了很清楚嘛 是不是 投资报酬率通常比获利率高 蛤 什么 嗯 应该是啊 好 大声一点嘛 我都听得很不清楚了 这个 蔡壁宏 那我们这个 李懿淳同学说的你 赞不赞成 也赞成 阮氏林芝呢 也赞成 好 那我再问 切配影赞不赞成 蛤 投资报酬率通常都比我们的获利率高 我们现在得到了这样的初步结论 有三位同学都认为说应该是 那你呢 蛤 不是啊 那就是投资报酬率要比获利率低咯 可是明明这个例子是高啊 怎么会不是 不一定嘛 不能讲不是 不是就明明这个例子是高啊 这个是就是说 不一定 三位同学有同学说不一定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下面那个例子 搜山公司 预计当期销售量是5万个单位 制造成本是65万 管销费用10万 公司的固定投资额75万 变动投资额占消购收入50% 预计的投资报酬率是20% 请问 产品的单价要订多少 靠入公司 算出来 产品的单价是20块 我们再回过头来还原看看 验证消货收入减掉消货的总成本 得到利润 总投资额度是125万 那获利是25万 所以呢 这个利润出于总投资额 得到的20%的投资报酬率 没错 可以算出来 那他的 获利率呢 这个20% 跟100万来看 那时候获利率高达25% 所以你一层同学知道了吧 那个蔡碧宏同学知道 我们不一定哦 这个例子里面 利润率就高过投资报酬率了 所以不一定 不是说一定会随高随低 不一定 这个 歇佩颖同学说 对那请问 投资报酬率跟 固定投资额 总投资额 还有一个变动投资额 固定投资额 就是固定不变的 跟固定成本很类似 变动成本 是真的变动过程里面的一些投资 固定成本 固定投资额就是 类似固定的 机器设备的投资 OK 你有什么疑问 这个应该很清楚的 OK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 重点是在于 投资报酬率 跟 获利率 那既然 我们看到了 投资报酬率 跟获利率 不一定 谁高 或者谁低 看 case 这个例子里面 也许会 投资报酬率高 获利率低 下个例子可能 投资报酬率低 获利率高 那请问这两个有没有关系 这两个 这个 王小 王湘奇 有没有 有没有关系 同资报酬率跟获利率 有没有关系 先问 有没有 有没有 有还是没有 没有关系 OK 没有关系 这个 再问问看 许博涵 有没有 投资报酬率跟获利率 也没有 也没有关系 他们怎么会没有关系 他们都是靠哪一个来算的 都是靠利润来算的 利润是他们两个的交集 是他们两个的关系 要用利润来算 投资报酬率 也要用利润来算 获利率 获利的利润率 我的营收 100块钱 我赚10块 所以我获利是这个 10块钱除以100 我投资的200块 我赚10块 我的 投资报酬率 5% 都是利润来 所以有没有关系 有的 不过 我当然你们讲 既然没讲 既然讲没关系 我就不好意思问了 我就要问 那是什么关系 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个 什么关系 都靠利润 但是他们两个中间 有没有什么连结 OK 我不回答 下一个章节 会再提到一次 同学有兴趣 回去自己找 投资报酬率 跟获利率 利润率 还关系密切的很 关系密切的很 这个 应该 应该不会太困难 特别是 我们大市的 裁管系的同学 应该要更是 非常的了解清楚 好 投资报酬率 加成百分比的计算 加成百分比的计算 这边是变动成本法的计算方式 就是加成百分比 变动成本 或者以全部成本 都可以 所以加成百分比里面 可以看到 投资额乘上预期的投资报酬率 加上固定的制造跟管销费用 下面是销售量 乘上单位的变动成本 包括变动制造的 跟变动管销的费用 就可以得到了加成百分比 换句话来讲 使用资产所需要的报酬 加上固定成本 除以单位变动成本 乘上销售的单位 这是变动成本的计算 我们看这个例子 周三公司的投资额100万 预期的报酬率是7% 期间预计的销售量是1万个单位 固定制造跟管销费用是3万 每单位的变动成本 经过计算得到20块钱 公司的单位的售价应该是多少 我们透过公司 算起来是加成百分比是50% 因此售价是30块 反正公司套进去就知道了 公司要备一下 其实也不是很难备 它都有一些规则可以追寻的 归纳成本的加成法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叫单位制造成本成长产量 投资额加上管销费用 就是全部成本的基础了 OK 这个上面是投资报酬率的角度 我们现在有一些角度 来做定价的基准 比方说用变动成本来做定价的基准 它的着眼点是价格底线的考量 价格底线考量 边地贡献来做价格的定价基准 是用价格区块来考量 用归纳成本来做价格的制定的基准 是用毛利和管销费用的角度来考量 净利来做定价的依据 加成百分比利润率 就是用企业整体营运的角度 如果用投资报酬率很清楚 就是用股东的角度 所以有不同的角度 可以来看到不同的 这样子的定价的基准 再辅助一个 美国调查的案子 这个有点久了 因为这个都是 1995年 1995年调查出来的 我手边没有新的资料 所以没有办法 全部成本法 第一家基者是83% 变动成本法 第一家为17% 这个在美国504家大型制造业 快20年前 现在在做个调查 我相信会变化很大 因为快要20年前 这个世界还算是很稳定的 这个世界开始 非常的快速的转动 是应该在最近这10年 特别是最近这5年 这个时候还用全部成本定价 大概会很辛苦 另外呢还有一些统计 这个就是2005年的 10年前的统计 就是美国小型公司的定价 有41%是依据成本的基准 那剩下的全部都是按照市场 那剩下的全部都是按照市场 来做基准 表示什么 表示没有自己定价的主导权 59%没有定价的主导权 是跟着市场的市价回锅独流 那只有41%可以按照自己的成本来定价 另外这个中小企业通常想要自己定价 你大概就必须要有一个能耐 找到立基市场 要不然就是你有比较特殊的技术 在你的制程在你的材料 甚至在你的设计上面 你就可以定价 否则你就必须跟着市场上 有定价决策权的大厂的产品跟着跑 这个在日本也比较多 日本有非常多的小企业 他就是固守的他的技术 在某一些零组件上面 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那种产品由他们来主导定价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道理 OK 差异成本定价法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他跟我们之前的短期决策有点相关 这个意思是什么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的工厂里面 有10台机器 每台机器可以生产10个 我有生产100个东西 这100个就是我的产能了 这个产能之下 我不可能再多接任何单子 这个多接任何单子 只有税盐 否则我不可能生产 因为我没有产能 可是假设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种叫做 机器设备租赁公司 我如果这个单子很重要 我一定要赶时间把它赶完 我自己的产能也满满的 而且产能里面订单也不能得罪 所以我自己的订单 继续生产之外 我可以租一台机器 去生产额外的订单 这个地方就叫做增资 增资成本 增资产能下的增资成本 增加支出的产能 所额外要增加支出的成本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定价要怎么定 额外增加的固定成本 所造成的差异 会形成额外增加的成本的间距 这个间距作为定价式的参考 就是差异成本定价法 我们还是用例子说明好了 西湾公司是生产 逆渗透净水器的一个厂商 而现在的正常产能 是从7500到10000个单位 超过这个范围就没有办法生产 为了要因应多余的订单 造成的额外的产能需求 公司策略是立刻向设备租赁业者 租赁额外的设备来因不时之需 公司在正常的产能下面 变动成本是400万 固定成本是750万 每单位平均的成本是1150元 在正常产能下 公司的定价策略是 全部成本加成20% 就是每个单位的报价1380块 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突然接到正大公司 2500个单位的额外订单 这2500个单位的额外订单 中山公司吃不下来 除非去租赁一台额外设备 这个额外设备的租金是250万 那我们要怎么去算这个正大公司额外订单的定价 这个额外公司的订单呢 他们是愿意用西湾公司原始报价下单 就表示他愿意用1400块来报价 公司公司目前的这个报价是1380 他愿意用1380块来报价 用1380块来报价 要下2500个单子 那我们公司还是希望做一个整理 就是生产单位数 1万个单位的时候 这个固定成本是750万 增加了这一个2500个单位 就变成101到12500个单位的产能之后 固定成本变成1000万了 要多租一台设备250万 那在变动成本每单位400块之下 这个2500个单位的额外订单 若以公司原始报价1380块来看是否合理 如果不合理 又该如何回应这个订单 做正确的报价呢 我们先看一下750个单位到1000个单位 1000个单位到1250个单位 它的差异成本在哪里 750个单位到1000个单位里面 变动成本300万变400万 固定成本不变都是750万 所以它的差异成本是100万 就是300万到400万中的100万 它的差异成本里面 总成本是150万跟1150万 那这个平均单位成本在7500个单位的时候 因为量不够高 所以它的单位成本比较高 是1400 可是当它冲到1万个单位的时候 成本降到1150 就是在有关范围内 如果租了一台设备来 到了1250 1万2500个单位的时候 变动成本增加100万 固定成本增加250万 所以它的差异成本是变成350万 不过 总成本 1500万 除以1万2500个单位 单位成本是1200 从1150平均到1200 那我们在定价的过程里面 就会遇到困扰 传统上来看 如果接到了1万 接到了2500个单位 总total的数量是12500个单位 总成本是15000 所以是1200块钱就可以 就是它的单位成本 就可以当作计算的基准 然后政大公司愿意给1380块的话 是可以cover的 所以应该可以接受 不过我们在算增值成本的时候 就是差异成本的时候 这个差异的成本1500万 它的差异是350万 那这边的差异成本 这个画的有点错了 这边的差异成本是100万 100万里面 差异2500个单位 每个单位是400块 那这边的差异成本 这边的差异成本 是350万 每一个单位的差异成本 是1400元 请记住 在这个地方 差异成本 一边是100万 一边是350万 这边差异2500个单位 100万2500个单位 每个单位400块 那这边 从12500到1万个单位 差异成本是350万 差异的数量是2500个单位 每个单位 它的差异成本是1400块 不但是1200块 更不是1150块 绝对不是400块 它的差异成本是1400块 那如果知道1400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 差异成本每单位1400 这个额外的订单 就应该以1400块为基准 如果获利率设算是20% 它的报价就不是1400 就是报1680块 正大公司 愿意的出的价格1380 是非常不合理 你接了它的订单 接一个赔一个 因为这个订单的成本是1400 成本是1400 那我们本来以为是1200 它1380会赚 其实那个1380 假设我们真的接下来 那2500个单位 等于赔本卖给他 每帮他做一个 每一个赔20块钱 2500个单位就要赔到5万块钱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把这边赚到的钱 贴过来这边赔他去了 把原来这个1万个单位赚到的钱 每一个成本才1150 你变成1200块 这个50块赔他了 赔到2500个单位赔过去了 所以我们真正的定价应该是要定1680 这个政大 这个额外订单 才购支付额外租借的那一台设备 同时达到预期获利的20% 否则的话 这个接完单 交完货生产完了 机器设备也还给人家了 租金也付完了 再一算怎么搞 发现原来亏掉了 所以说剩余产能下 它的订单报价与差异增值成本下 订单报价是截然不同的 剩余产能下超过400块以上 那个变动成本超过400块以上 就可以生产了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满代 我必须还要去额外租设备来 这个差异成本下 它的订单报价就截然不同 跟着看服务业的定价方式 服务业定价方式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服务业是业种复杂 我们简单的来区分 因为服务业包含 物流业、流通业、医疗业、餐饮业、旅游业、饭店业、顾问业、维修业等等 这个很复杂 我们在那里取一个比较基本的服务业 因为像刚刚讲的金融业有独立的计算 流通业他们有独立的计算的那种模式发展出来 餐饮业它是办制造办服务的 只有纯顾问的 会计师、律师就是典型的服务业 或者说是维修业 汽车、机车、家电的维修等等 这些就是比较典型的服务业 这些服务业 它的定价是怎么去定价 它没有制造的复杂过程 没有那种所谓的固定变动成本的摊提的要求 但它的定价 理论上会简单一点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方法来帮他们设计 那这个方法就叫做时间与材料定价法 什么叫时间与材料定价法 就是我为了服务你 我花了多少时间 这个时间的成本是多少 那为了服务你 我会用到所需要的材料 这个材料是多少 讲到这边我们要注意一下 时间不是说 我的人工小时算是时间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律师事务所或者会计师事务所 当他是有名的 这个全国前几大的时候 你去看看那个 安侯 那个会计事务所在台北市 那个101大楼 那个租金 不得了 那些 互利堂皇的 这个办公设备啊 那个气派的门面啊 还有那个 顶级大楼的租金啊 那个都是发费非常高昂的 不可能由会计师辛苦担了钱 口袋自己出的 全部都是要由服务客户来获得的 所以他是从透过服务客户的 终点费里面来摊的 所以我们说终点费里面 除了摊到这个人本来就给他的薪水之外 还要加上他的福利 还要加上这些办公室的租金啊 费用的摊提 还要再加上一个预期的利润 因为服务客户的终点 是唯一可以摊算转价的一个界面 就这么简单 否则没有办法去摊了 我们跟客户去谈生意的时候 台湾通常都会说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价格 是因为我们服务里的终点数有多少 所以说时间是一个服务业里面 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定价的单位 之外 如果还有发挥到所谓的材料 这个材料当然要算起来 像我们说汽车机车家电的维修 可是在维修的过程 这些维修的材料我们要先准备一些 所以我们服务客户的时候 我们的材料也不是按照我们去跟人家 他买材料的价格来报价 那个材料是这样子 我跟人家买 材料也不是我生产 我就帮你做维修 我也要去跟材料供应商去买材料 像我们说骑摩托车 同学大部分都有骑摩托车 换轮胎的经验 到了机车行换轮胎 通常机车行都会准备一些 最常换的轮胎尺寸 他也要花钱 他花钱给人家进货 他要花时间整理干嘛的 所以这些材料 他如果给人家买100块一个进来 他卖给我们 绝对不会100块一个 他把我们修理完了 他在修理人的终领费上面 赚一笔之外 材料上面呢 100块钱搞不好 他再加个50% 有150卖给我们 也要赚一个机会成本在里面 机会利润在里面 所以我们把时间因素了解了 材料的因素跟他的加成因素了解了 我们就可以替服务业开始定价了 所以这个服务业通称 都作为时间与材料定价 这个计算的价格 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时间的因素 就是每一个人工小时的汇率 还要考虑到包括薪资 福利金额外支出等等的这些意外保险 都在内 还有刚刚讲的公司的折旧 租金摊提等等 还有预期的利润 把这个三个了解的时间因素 就差不多了解了 跟的是材料的因素 材料的因素 首先是材料的发酵价格 发酵价格意思就是指 我跟我的材料供应商批发价来的发酵价格 我还会加上一些材料的附加费用 为了订购 保管 还有这些 按照我提供的小时数 耗用的材料时间 我就可以做出一个价格的提供了 我们先看这个例子 中山公司是一个机车修复站 使用的时间与材料更加方式 决定其服务价格 公司的计算方式如下 时间因素 公司支付技术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8块 另外也加付每小时3块钱的福利金 公司每年的管销费用21万6 今年的技术人员的工作时数 预估总时数是2万4千个小时 公司的经理就核算 每位技术人员提供的期望的利润是希望5块 这个5块乘上2万4千个小时 就是公司整年度希望的利润 只是把它摊到每个小时上去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每个小时提供的服务费用的 这个倒价呢 就是薪水加福利金的11块 加上固定的摊提 加上每小时期待的利润 就是25块 25块完了以后看材料 为了提供更快速的服务 有一个自建一个仓库 来违放这些材料 这些材料呢 一年下来发生了薪资电力租金等等是6万 可是这个每一年经过材料 走出去 经过这个 这个仓库 出去的 所有的材料的发票价格是24万 就是不断的每天都有轮胎啊 排气管啊什么进行出租 那这些所有的我们进价是24万 这个24万呢 都要把6万块钱做基准 那个6万块要摊掉 所以我们说这个要摊掉 用发票价格的20万来摊这个6万 另外还有每一块钱的发票价格 希望能够摊15%的编辑的 期待的利润编辑 因此材料的处理方式就变成 这些材料所发生的这些共同成本 除以它的发票价格的年度发票价格 每一个发票的一块钱里面 要摊25块钱的 25%的这个处理储存的成本 以及15%的期待利润 所以材料附加费用是材料的发票价格的40% 最后是工作溢价 一个客户 摩托台气管坏料 经过技师评估 这个换装排气管需要1.5个小时 那发票价格是120元 那因此可以马上就算得出来 人工每个小时25要花1.5个小时 37.5元 耗用的零件发票价格是120 附加费用是要加40% 就是48块变168 所以工作的报价就是205块5毛 这个在连锁有上轨道的电脑连线的 这个所谓的汽车的特约的服务站 包括这个汽车品牌加盟的服务站也好 直营的更不用讲 基本上 维修的账单都是用这种方式运出来的 我今天如果车子有问题 我开去 开去以后呢 他会有一个值班工程师 值班工程师他今天不修车 他专门来跟客户做议价 他会看看我的眼睛带打开 听听声音看看 他说很可能是皮带坏了 那我会问他说 这是多少钱啊 他说多少钱讲一讲 然后就叫我留电话号码 如果说拆开的过程 发现有其他问题还会再通知我 早期都是这个样子 先讲好大概多少钱 那要不要修 那有些比较容易看得到 有些不是那么容易看的 就要小心 因为很可能 这个一拆开发现更多问题 所以会要求留公司的电话 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一开过去以后 除非我一整天都愿意等 否则我就可以离开了 因为把手机号码给他就好 随时可以通知你 大概是多少钱 如果说他通知你说 我们检查了一下 发现不止皮带坏了 可能还有什么 什么一些马达坏了 什么一大堆的 维修呢 可能就不是一千五 而是这个 一万八 你要不要修 一个简讯给你 你如果说不修 那你到时候 自己再把它想办法 因为虽然坏了还可以开啊 我都怎么开到他的修理站 你开到一个 一个 一个私人的一个修车厂 搞不好呢 掉一万八 一万二就给你掉了 有很多是这样子的 我记得我这辈子第一部的汽车啊 就是我去德国的时候 留学的时候 刚刚安定下来 就是到了语文学校 准备要开始上语文学校 连德文都不太会讲的时候 就先请前辈啊 带我去买一部二手车 因为这一辈子 在我 在那时候在台湾啊 也 还没有出国以前啊 这个给人生的梦想 就是说 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一栋 小小的独立的空间的房子 还要有一个自己的汽车啊 当时那个汽车在台湾是 很困难的 有钱人才开得起的 所以给自己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出国前呢 硬是不自量力啊 去考了一个汽车驾照 家里面还很奇怪 你干嘛 你出去读书还在干嘛 你为什么没有钱干嘛 我心里想说 将来出去谁知道没有钱啊 这个汽车驾照 一先拿好再说 就好家在啊 考过了以后啊 一出国的时候 就可以马上拿台湾的驾照 换到德国的驾照 过几年之后 后面的 后面的学生就不能换了 所以我预期很好 我一换到驾照 就不安于事 就想要买一部车 那家里面给我一年的生活费啊 我大概 这个 很快就全部花光了 因为买了一部汽车 很得意 一买了汽车 就在留学生里面 就很拉风 大家都没有汽车的时候 我可以开的车到处玩 就不想 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 该想的一定要想 不该想的想我算了 但是 该想的不想我很难受 什么叫该想的喇叭 一定要想 收音机一定要想 结果没多久 收音机就不想了 收音机不想了 我觉得这怎么可以 有车子没有收音机怎么可以 对不对 听听黑店 德文一大堆的 然后呢 就把车子开到了修车场 那开车修车场说 喇叭不响 师傅啊 你先 你是学生吗 先去上课 下课再来拿车子 那是1980年 1980年 现在算起来三十几年以前了 这个我就去上课了 坐着电车去上课 上完课以后呢 坐着电车回来 如果账单一给我 天啊 七八十块马克 那个都是德国马克 我在学生餐厅吃饭 一顿饭一块八毛 一顿饭饱一块八毛 而且绝对吃饱 他那个面啪一坨面 一坨马铃薯泥 一坨肉 一坨什么一大堆 都是一坨的 到吃不完呢 过去的时候呢 他不给你肉 可以给你 还是可以马铃薯 还是给你给你面 浇汁就好 连吃两盘汁 就也可以饱 这一块八毛 结果他给我修了八十块钱 我一愣在那边 我说什么问题 几乎讲了半天 我大概听懂了 原来说 保险是坏了 因为账单拿来 我赶快看 听力差 阅读能力还是强 只要甚至没有太多 我还看得懂 一看 材料 才零点五毛 才不到一块马克 工钱要六十几块 然后加上增值税 要变成快八十块 搞了半天 我说材料那么便宜 为什么工钱那么贵 后来师傅讲了 这个线断掉了 中间的线 喇叭的线断掉了 我们叫做秀斗 秀斗就是短路 短路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线啊 收音机的线 在那个车体里面 是要把引擎搬开 车体搬开 找到那个短路的线呢 那个胶带一贴就好了 他跟我强调 胶带没有算钱 因为实在太小了 就不算了 可是搬进搬出 花了好几个小时 人工不贵 讲了半天 最后我说 那税不要可贵 那个增值税不要可贵 诶 德国人是爱国的 千万不能逃税 你外国人不要血肉败 还去弄一顿 很痛心的付了钱 结果碰到老前辈 台湾的留学生 已经有车的老前辈 他说 那个东西啊 很简单啊 你保险师 他保险师真的是五毛钱一只 五毛钱一只 你把保险师拆下来 再拆上去换 啪又断掉 就表示保险师的问题 保险师的问题啊 就不是保险师的问题 就表示短路的问题 有一个土耳其人 他给你弄 全部弄到好 20块就好 你还要干嘛去 德国人店里面修80块 等到自己学到管块 才发现 人家完全是 时间与材料定价法 没有坑我这个外国学生 完全比照他们的方式 这是第一次有车子 而且第一个 这个 这个 很 觉得很昂贵的 惨通的经验 OK 我们先下个休息十分钟 等一下再继续 OK OK 这个 天气啊 现在越来越冷 同学们也要注意自己的 这个 健康啊 这个 在 欧洲的时候 现在已经开始都要准备飘雪了 而且 今天是12月 23号 在 印象中啊 虽然也是 二十几年以前的印象啊 但是我 印象里面啊 12月大概 1号开始就很热闹 到了12月15号以后啊 气氛就已经浓的 开始 划不开了 12月23号 已经是圣诞节 前两天了 几乎 全部都已经 停摆 除了百货公司 还有人潮以外 很多上班的地方 根本就 没有了 那 学生的上课啊 也很特别 在 这个 大学里面啊 每一年 每一年啊 大概是 12月 20号 左右 像今天是23 那 应该是上个礼拜 5啊 以后开始啊 就一路到 1月6号以后才上课 这个 等于说是 这个 下学期里面 一个很长的一段 可以准备期末考的一个时间 所以大家都在庆祝这个 这个 圣诞狂欢的时候 我就赶快赶快读书 龟兔赛跑 兔子跑得快 所以说他们呢 可以庆祝圣诞 我乌龟跑得慢 我就利用 圣诞假期的十几天 赶快拼上来 所以每一年大概都是这样子 气氛很浓厚 这个 可是我回到台湾以后 甚至在圣诞业都还在上课 12月24号 在台湾是没有放假的 所以这个 继续上课 OK 我们来看啊 刚刚讲的那个 有点过于简单 什么叫过于简单呢 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服务业定价 通常有不同的 技术层次的 员工参与在内的时候啊 它就很简单 那刚刚那个例子 就很简单了 所以我们用一个 比较复杂一点的例子 来看一下 这个 一个汽车的维修厂 台大汽车维修厂 它在1985年成立 二十多年后 扩张成一个高品质的 大型的汽车的维修公司 年营业额超过1亿 在过去三年突然开始有亏损 因为市场上 有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 中山公司 中山公司 它不做全方位的维修 它专门更换这个排气管 因为专门更换排气管 所以成本可能会比较低 所以让台大公司的 这个简单的维修作业就流失了 OK 那目前台大公司 有五个服务区 有五位技师负责 其中两位 资深的高级技师 每一位薪资福利 加起来六万 三名一般技师 每一位薪资福利 加起来三万五 那台大公司 以往它是用一个叫做混合分摊率 它就混在一起分摊 包括所有的薪资 包括两名三名技师 全部五名加起来 所有的津贴 所有的管理成本 所有的设备 所有的机器 设备得救 包括特殊器材 全部加在内 总成本是四十五万九千元 这总成本四十五万九千元 它利用人工与制造费用的混合分摊率 为总成本除以总工时 再加上再乘上一点二五 就是它的分摊率了 这个分摊率呢 就是拿四十五万九 除以这个三万六千个小时 加五万四千个小时 除以得到每一个小时的分摊 再乘上一点二 就得到每一个人工小时 估算的六十一块二毛 这个合不合理 也算合理 因为把这个小时数摊起来 全部都用掉这些人工小时的话 所有这些摊提 跟预期的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也都可以达到 那早期公司 它有更换排气管 这个作业 台大公司呢 它的排气管需要两个小时 每个小时六十一块二 它的排气管的 发票价格里面 消音器三十八块 排气管十五块 就是五十三块 再加上百分之四十的加成 合计七十四块二 一百二十二块是加七十四块二 等于一百九十六块六 早期更换排气管是一百九十六块六 那跟着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中山公司它更换排气管只要一百七十块 所以它的一百七十块 比一百九十六块六啊 要便宜 所以排气管业务慢慢的流失了 那台大公司另外有一个重要业务 叫做重组发动机活变 那发动发动机很麻烦 还把它拿出来全部拆掉 所以这个工作复杂 这个工作以往是四个小时 每个小时摊六十一块二 总摊总共摊三百六十七块二 那发动机活变一个就是两百九十四块 也是加百分之四十的加成 所以总多都是四百一十一块六 三百六十七块二加上四百一十块六 早期发动机的活变的 这个重组是报价是七百七十八块八 可是现在遇到的这个挑战 中山公司的挑战之后 公司居然发生亏损 所以台大公司的会计主管就说了 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彻底的检讨 因此首先先把工作的范围 区域把它做一个整理 就是下面的总成本下面有人工成本 有零件成本 有制造费用成本 人工成本下面有专业技师 有一般技师 制造费用成本里面有特殊工具 跟其他成本 把它区分开来以后 然后开始做一个分别的技术 原先这个修正 台大公司修正后的成本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 原先是混合在一起算的 现在把专业技师跟一般技师分开来算 专业技师就是两个人 他们的薪水就十二万了 加上他们的工资 加上他们的福利津贴 加上他们的工资 得到总工资成本是一百六十八万 那加上他的加成百分之二十 得到了十六万八 得到了二十万一千六百 除以他的三千六百个小时 这两个高级技师的 所以每一个小时要摊十六块 而一般技师呢 他的工资加起来是十万零五千 他的福利是四万二 加起来是十四万七千 那再加成百分之二十 十七万六千四百 除以五千四百个小时 三个一般技师 他的工作每一个小时 只要摊三十二块六毛七 而专业技师要摊五十六块 摊出来之后 再来看这两个主要的工作 一个是排气管 一个是发动机活变 排气管只需要一般技师一位 两个小时 那发动机活变的重组 需要一个专业技师四小时 跟一个一般技师两个小时的 共同合作 而且重组工作复杂 还需要特殊技聚四个小时 那排气管不需要 那因此我们重新来计算 更换排气管 跟更换发动机活变的成本 可以发现了 这个更换排气管 材料成本七十四块二 一般技师两个小时就够 所以工资只要六十五块三毛四 那其他制造费用 两个小时 每一个小时十块二十块 加起来只要一百五十九块五毛四 刚刚要一百九十六块六 现在只要跌到一百五十九币 中山公司的一百七还要便宜 而发动机的活变 在中国经过组装过程的 材料是四百一十二 专业技师里面 有四个小时的专业技师 加上两个小时的一般技师 所以成本就高很多 再加上特殊器具 其他制造费用 其他总统统的成本变成八百二十块九毛四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后的比较 更换排气管 台大公司原先的是一百九六块六 现在调整完后变成一百五十九块五 方中金货币本来七百十九块二 现在变成八百二十块九毛四 换句话说 以前的报价是有补贴 交叉补贴的不恰当的现象 把这个重组发动机活变的成本贴 压到排气管上面去 变成排气管被高估 这个被低估 经过这样的详细的分工之后 它的成本时间与材料报价法 在这个服务业里面 就可以重新调整更为合理 这个才是服务业里面 比较常用到的这种报价的方式 那服务业报价的局限性 这个服务业由于不同的业种特别 重点就是服务业的价格 与服务业的品质 这个我可以比一个 我自己在德国留学的时候 一个好朋友 他是读法律 他是读法律的 那也在德国拿到了法律的博士 那回到台湾以后 在台北的文化大学做教授 同时也做到他们的法学院的院长 那这个 这个 我这个好朋友呢 他这个专注 他回到台湾以后 他也是跟我差不多一样 当然读法律 拿到了法律博士 一般的来讲 该上课的大学部的法律系的课程 他都在上 但他自己本身在还没有出过以前 就考上了律师的这个执照 回到台湾来以后呢 他在学校里面教书 他外面有一个律师事务所 他跟另外几个人合国 他自己专攻旅游纠分 那个从二十多 他也是跟我差不多一样 二十三四年以前回到台湾 回来台湾之后啊 那是我们的旅游啊 发展的如火如荼 旅游纠分非常多 所以我这个朋友啊 这个很抢手 因为他是这里面的专家 时常呢 从北到南呢 被人家邀请 各个地方的旅游公会啊 都会请他来做专题演讲 他有一次 跟我讲 他说我在这个台南 演讲完了我就要到高雄 我们碰个面好了 我说好啊 可以啊 那个时候高铁还正在盖 还没有盖好 所以基本上 他说我来到高雄啊 我是在那个五十层 叫做 叫做那个什么 那个 长谷大楼 在 民族路上面有一个五十层大楼 叫长谷大楼 他说在其中的 比较三十几楼 演讲下午两点到五点 希望我五点钟去等他 等他完了以后 我们一起吃个饭 把他送到小港机场 他做那个晚上的晚班飞机回台北就好 那我说可以 等到我五点钟去了 按到时间 去到那一层楼层 看到里面啊 教室啊 还很热闹 闹轰轰的 我就问外面那个助理小姐说 他不是上到五点吗 那小姐说 对啊 上到五点了 可是因为 时间 那个 这个 结束 但是问题很多 所以 老师还在里面回答问题 那冲到五点半左右 才看他 摆脱的 大家的重围啊 跑出来 跟大家说 我要离开 因为我的朋友来接我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就 我就带他 坐了电梯下去 那一下子以后 他突然看着说 啊 怎么是这样子 我说为什么 我说我们去吃饭啊 坐我的摩托车不行啊 他说你知道我身价多高 就你的摩托车 万一被撞到怎么办 我说抱歉啊 我没有汽车啊 还坐上来 重温一下年轻的旧梦 带他飙到一个小餐厅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 我说 哇 你这个那么辛苦啊 这个 从这个 台南赶到高雄来上课 他说没有 我这个礼拜几就出发了 我是从台北一路上啊 一路上下来 一次把它全部上完 那每个地方啊 就是上三个小时 完了 就赶到下个地方 高雄就最后一站 然后这个 讲到这个我就很好奇 我说你的终点费多少啊 他说我一个小时啊 一万块钱终点费啊 那但是呢 这是很赔钱的 他很严肃的告诉我 这是很赔钱的 我是在做广告 因为这个大家都有法律纠纷 我就介绍一些法律相关的案例给他们听 说这个小新啊 旅馆啊 机票啊 餐饮啊 跟这个旅游的客户啊 跟你们旅行社之间的纠纷啊 什么地方要拿捏好啊 拿不好你要赔到死了 一大堆的 讲几个案例 他们就吓得要死 那然后呢 就发明片 大家涌上来问一堆问题 我都保留的最后一个解答 有事情打到我的事务所去 我们再来谈 他说所以我出来这一趟啊 终点费是不算什么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 后面有事情找我 帮他打官司的时候 那才是我的 真正赚钱的地方 我说你大学教授已经赚得很好 干嘛赚这个 他说我是大牌教授啊 你去问问看 只要是打 这个旅游纠纷的官司 报到我的名字啊 这个我的价码是很高的 我说怎么算价码 他说电话打来 这个我是什么什么旅行社 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公司来谈 我就会马上跟他讲 我可以过去跟你们谈 我大概时间只有半个小时 这一次都是免费 如果后续还想做服务 就必须按照我们的这个 行规用终点飞的方式算 所以我会过去 跟他去 碰面半个小时 了解一下状况 然后跟着就跟他讲说 我的价码是这样子 要不要开始来合作 我说你们价码做啥 我的价码一个小时 一万到五万之间 怎么有那么差别那么大 看Case的难易度 对方的有钱程度 以及如何什么等等之类 如果是一个这个 财大气粗的旅行社 他一年营收好几十亿 我干嘛跟他省这笔钱 一个小时五万块就报不去了 他说不过我会很收敛 因为案子里面 有我的大台律师 还有其他律师事务所 其他统人呢 刚刚毕业 刚刚考上律师的 这个小台律师 一个小时就拿两千 还有呢 这个所谓的律师助理啊 就是大学法律系毕业 没有考上律师的干助理的 那一个月呢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只有18K 再加上这个还有公务生 那一个小时 这四五十块钱台币 那我说 十多年以前的时候 他说这样子算下来 也是很差不多 我要维持我的律师事务所联 而且我打官司 胜率很高 这也是这个服务业 定价法 你知道 就是不同的 我一定要讲这个 不同的品质 有不同的价格 他这边来上课 一个小时拿一万块 在终点费 算是呢 有点奉献式的 作为一个广告行销的 幼儿而已 否则他真的出来 是怎么算法 当正式变成了客户 对方一有事情 要叫他出发 他就按马表 跑那个法院 找对方的律师谈判 然后呢 那个收集资料 到那个地方法院 跟法官 什么讨论 回来以后 再按一个马表 比如说四个小时 就记录四个小时 每个小时一万 四万块就 就记下来 每个礼拜 一个账单寄去 你没有看到钱 我下部就会帮你打 而且我还要再还告你 所以 这个律师是很凶悍的 这个就是 时间与材料 计价法 包括他每一次 出去多少钱 我刚刚讲的只是纯粹算 那个 纯粹算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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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点费而已 还有所谓的 出差的 差离费 还有所谓的 到法院去 咨询的 咨询费 还有材料的 采购 全部都是费用 那个 他讲完了以后 我羡慕的钥匙 到最后 这个 送他上了机场回来以后 觉得当初的人不去读法律系 OK 我们说这个定价方式就到这边结束 跟着我们看下面一个 这个章节 叫做责任会计 制度与部门绩效衡量 这个章节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章节 把它摆在这个后面有点太后面了 不过因为 之前没有把其他的基本讲完 去讲这个章节也可能太快 这个里面谈到的就是如何去衡量 所谓的一个绩效 我们这边强调的是部门绩效 但是 绩效 这个很麻烦 我们班上 班代表学险 哦 对对 柯逸贤 我每次都忘记了 OK 柯逸贤 郭真文 呃 假设啦 你 呃 当班代表这个学期 从一开学到现在的表现 来打一个分数的话 从零分到一百分 你帮他打几分 嗯 那科医研 当然科医研 不是科医研是谁 还有别的班代表 假设 越久就越奇怪了 十分 九十分 九十分 对 一分一分 为什么要考虑那么久 九十分应该是很快就可以讲出来的 越久就越虚伪的感觉 好 哇 这个很高标了啊 那反正做做人情 你可以举出实例了 证明他有拿九十分的实例 哦 哦 反正的话准时开门 准时开门 准时开门不是本来就是班代表的工作 为什么 哦 难道不准时开门才坏 准时开门才算好吗 还是说准时开门本来就应该 而是开门完还把它打扫干净 全部弄好 全部弄得干干净净的 才叫做贡献 好吧 那就算了 准时开门也可以 还有呢 就一个就可以拿到九十分了 帮同学买早餐 有同学生病了 立刻帮他送到医院去 或者请医生到那边宿舍帮他看 还有 同学东西很多 他立刻摩托车冲过去帮他带送 还有 还有 没有 学院在外面刚好 忘记带钱包一个电话去 他马上冲过去 把钱先给你用 然后 我要找很多的数据 九十分嘛 很高呢 如果说七十五分 我就不会再问 我就问别的同学了 你九十分表示 你一定有一个标准 还有呢 很亲切 嗯 很亲切 亲切啊 这个怎么量化 我亲不亲切 我应该也很亲切啊 那 那亲切是 可是我感觉他不亲切啊 因为你的主观 我的主观没有 亲切就很难了 我很难找到标准 还有什么 好吧 他准时开门 也接受了啦 亲切 还有呢 会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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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传达细半的讯息给我们知道 是什么意思 细半的讯息只有靠他传达 不是E-mail 不是网络通知 而是要靠 单代表传达 什么事啊 还有呢 嘘寒问暖 他有办活动 有没有办演讲 有没有办什么研讨 有没有办所谓的参访 有没有 刚刚我说太多了 可以先啊 好了 不要管他了 我们现在归零假设啦 虚零 重新归零脑袋洗干净 刚刚讲的都忘光 好 重新开始 模拟一下 请问 郭正文 你要帮你的班代表打几分 哎呦 天呐 可以先啊 回去反省一下 我们这样子 不我们刚刚纯粹开玩笑 因为我知道班代表真的是很亲切 所以拿他来做例子 我们讲讲来讲去 他也不会介意啊 这个我们这个郭同学配合得很好 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这个 但是有一点 有没有想过 从生下来到现在 一路过关宰将 进到了中山大学 虽然没有办法达到第一支援台大 但至少过关宰将 进到了中山大学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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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杀了很多人的 然后最后呢 到了中山大学 进到了大山 甚至大势 马上就要毕业了 有没有面临到 未来的选择 很辛苦 对不对 请问这个选择是你要的吗 你要决定出国吗 你要决定留学吗 你要决定考研究所吗 你要决定去工作吗 还是 很多决定 可能还是父母的想法 会不会 会不会是父母的想法 从小的时候 父母就在说了 隔壁的阿毛 你看到没有 他的数学比你高五分 手伸过来 Loop向北 下次要把它拼回去 对不对 这个就是 绩效忍良 从小就 被忍良 我们人一出生 就一直在被忍良 你的表现如何 你是不是好 是不是怎么样 所以对绩效的衡量,干脆用一个标准 我给我自己的要求超过别人或公司给我的要求 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一出生开始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逃不掉 我们衡量一直跟到永远 跟到永远永远 甚至哪一天人走了 他的子孙还要在告别世上 哎呀,我伟大的爸爸以前多伟大 还要再念一遍 所以我跟我的小孩讲,你又不准你念 安安静静的大家轻轻松松 不要再把我再念一遍了 我已经被人家念一辈子了 不要再念一遍了 这就是避不开 活的人很难避得开 很多年以前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里面 描述 讲到了三个足科的科技新贵 这三个科技新贵都不到40岁 我印象一样 而且身价都有数千万 因为早期有分红入股 孔哥 二十几岁毕业当完兵 进到的公司奋斗个十几年 还不到40岁的时候 分红入股就可以拿到了 数千万的身价 问题是在于 这三个科技新贵都有家庭 他们不约而同 辞掉了高薪的工作 而且三个人一起往花莲 找了一块地 准备在那边自己养小孩 带小孩 不让他们去接受所有的世俗的评价 因为他们被评价了 认为已经受不了了 绩效压的受不了了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感动 因为我自己在德国也有一个类似的经验 只是我后面没有去后续追踪这三个家庭 后来怎么样了 我在德国拿到博士之后 去做博士后 博士后就跑到德国一个中部的大学 这个中部的大学 接待我的一个教授很特别 他是没有博士头衔的教授 那我之前就已经听到 因为在德国在1968年代 应该从1960到1970年 这十年是一个很混乱的年代 这个十年里面是学生运动最厉害的时候 到了1968年 学生运动啊 有点变得有点像暴动的方式啊 发展 最后呢 变成了赤金链 恐怖分子 都是被那个时期里面的运动造成的 那一段时间里面 很多大学是不准考试 学生霸占的教授 威胁学校不准考试 考试是 教授用分数压榨学生的不乏手套 所以不应该考试 那很多学校确实就不考了 那有些大学本身就是红大学 我们叫做红色大学 他比较左派 所以他也接受这种方式 甚至当时很多教授也很激进 他对他自己的博士生说 不用考了我就可以给你博士 就可以给你生教授的这种资格 所以那段时间有一批很奇特的 进入了学术圈的一批 我们称他们叫做红色教授群 这个接待我的就是其中一个 不过乌门如牙 讲话很风趣 我跟他一起做一些东亚方面的研究 稍微熟了他带我去他家里面去 因为我对这段历史我自己也很有兴趣 结果他就跟我描述 我就是你那段历史里面的那些人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四个家庭住在一起 所以晚上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公社一起来吃饭 他们那个名称真的叫公社 去到他那个家庭 那一个家庭是一个农庄 把这个农庄改建 四个家庭可以住在一起 所有的收入全部放在一个桶子里面 没有个人的财产 小孩子除非太小 只要开始懂事了 大家都要分担工作 吃饭的时候 两条长桌子 全部都一起上来帮忙 一起上来 从做饭准备开始到最后的洗碗 全部都是大家一起分工 大人小孩一事平等 四个家庭还在一起 那这四个家庭的家长 不是随便的 职业都很可怕 一个就是我跟我做postcard的一个教授 两个律师跟一个医生 这四个人当年跟他们的老婆 当年都是学生运动的狂妖分子 去冲啊去傻 跟警察打啊干嘛一大堆 等到这个潮流慢慢过去之后啊 回归冷静冷淡的时候啊 他们还是回去 拿到律师的资格 拿到医生的资格 在大学做教授 但是他们那个理想性还在 所以这四个好朋友 四个家庭呢 希望试试看 一路下来 在我二十几年前回台湾之前 最后的那个半年是在这个大学城里面 跟他们在一起感受很深刻 这个就是想要打破世俗 对我们的所谓的一些评价 希望用一种比较平等的方式 没有压力约束的方式在生活 但是避开得了吗 还是不能避开 因为需要钱来生活 所以他们说 我们还是跟现实低头了 就像我在海德堡 最好的朋友 那个律师 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有一次出庭的时候 他同期的同学 开了一个法拉利 停到旁边 一旦 是你啊 怎么开个旧破车子 我那个好朋友笑笑的 没说什么 好朋友说 因为他专门替没有钱的外国人打官司 替穷困的受家暴的妇女打官司 他哪有钱啊 对方是帮有钱的企业家打 当然是不得了 因为我那个好朋友 当年他也是怀抱着 对那种有理想的 这个还是有啦 还是有人 不过我们还是很困难 因为一般的人 大部分都要受到 所谓的世俗的约束 所以干脆既然如此 我就做到 比人家要求的要好一点 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好像大家都 真的好像觉得接受 比方说啦 公司说 九点上班 我八点半去 不会怎么样吧 我做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超过公司给我的要求 对 公司说六点下班 我做到八点下班怎么样 对不对 甚至下班后啊 这个 这个 走到停车场 哎呀不对啊 好像还有一些资料 又忘记弄了 赶快冲回去 电脑赶快再开机 哦 又弄到十二点钟 干脆啦 把那个仓库里的行李箱拿出来 明天早上 就在那个 办公室的刷刷牙洗一点 六点半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多好 好像有人不接受呢 真的有这样子吗 杜欣如同学 你好像不太接受了 如果碰到这样子的员工 你是老板 你会不会很高兴 对 但如果你是员工 你会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 你看你这多自私 你是老板希望员工这样子 你自己做员工 你不希望这样子 你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如果说你是员工 老板说如果你这样做 业绩都达到 也许你的年薪可以五百万 你要不要这样做 不是也许 你如果达到业绩 当然你可能达到了五千万 他就会给你五百万 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可以考虑 这是因为又赢太大了 年薪五百万我也要了 但基本上 很多企业就是在塑造一个环境 希望什么 希望员工能够自动自发 很早就去公司 很晚再离开 而且还依依不舍 甚至不太愿意离开 因为公司有所有的环境工具 甚至还有很好的奖励诱因 这时候可不可以留得住人才 这个绩效可不可以留得住 我们拿这个去看看Google 去看看Facebook 好像都类似这种 他们并不是像天堂一样 进到了Google彩色的世界 可以睡在公司里面 可以每走三步路就有一个 那个什么零食摊 都有最好的点心 让你永远吃到饱 所以进到Google 三个月不胖百分之 三十的二十的以上 就不叫Google人等等之类的 他讲听到都是美好的 可是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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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孩的以前的一个朋友 他就是毕业后就到Google去工作 那个他就跟我讲说 黄叔叔这个很可怕的 虽然看起来很美好的世界 指标一下来 你做不到就随时走人 做得到就享受所有的福利 那不是等你做不到走人公是倒霉 每一天都有进度压迫 没有那么轻松的 他是在你抒发压力的时候 拼命吃啊 去挖个坑他 他不管你也把墙打掉都没关系 这样你做得出来就好 所以不要小看 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章节就在讨论 什么去衡量所谓的部门绩效 甚至到个人绩效 震诞团体啊 是一个 传统的产业 古老的产业 它下面有一个震诞办公家具 2003年的时候呢 大刀过斧 大坎人士三分之一以外 用基层出身的 首位的女性专业经理人 赵薯苑做总经理 经过一年多 2003年 2004年的时候啊 停止的亏损 营业额回到2002年的11亿元 但是获利却是2002年的12倍 表示呢 成本cost down的非常凶 把那个利润挤出来了 那这个 赵薯苑是个女性 在这个 十多年以前 一个传统产业里面 可以做到总经理是很难的 那这个赵薯苑强调说 很简单 她推动就是一个叫做 责任管理 她所有全台湾的 这个卖家具的分店里面 每一个店长 都必须要学习 怎么当老板 你自己要怎么当老板 怎么去管 你在部署 那我就用责任的制度 来控制你们就好 她就这样子 所以一年之间 才一年而已 就可以把公司啊 这个营业额拉回来 同时呢 利润创造出来 这个震诞行啊 他们这个 目前的总部 在台湾反而不太有名了 他的集团总部 现在在上海 盖了一个很大的楼 这个老板在上海的 这个发展 而且整个集团的总经理 也是个女性的 这个表示了 女性撑起了半天天 这个很不容易 这个是这个 案例一 案例二就是王品 王品这个公司是很有趣的 还是要把它再做一次的分析 他从2010年开始 2010年的时候 拥有10个参与的品牌 营业额超过70亿 第一年的时候有11个 96亿 12年3月6号挂牌上市 挂牌价值340元 全民都可以去认购 抽签重率好像只有3% 那一抽中以后啊 你先给34万去 那一抽中之后呢 股票下来 你一转走也可以卖50万 就一天之间你就可以赚到16万 就这么高这么好 那他就成为股王 2012年的合并营收153亿 到了2013年的时候啊 在上海推出了平价火锅 人民币42块 都乘以五看看 大概跟台湾差不多 可是呢 他在3月10号 今年的3月10号 在徐家会啊 那个商圈啊 开设了两家一个叫花银 376块人民币一克 一个叫做栏木啊 一克385 这个价钱就贵了 这个就比台湾的网品啊 还要贵啊 台湾的网品才1300 他那边就要有 580 45 35 要差不多2000块台币一个人了 这是两个高端产品 他目标所令高端消费者 公司到目前已有13个餐饮品牌 这是2013年3月 2013年的这个现在来看的话 又多了一个品牌 叫做HOT 7 在台北 就是平价那个铁板烧 那目前台湾227家 预计2013年呢 扩充到300家 大陆59家 预计2013年扩充到93家 员工人数是台湾9000 大陆2800 那台湾列是慢咖啡12锅疫情 大陆是走高端的王品给西提 西提大概后来不谈了 应该是王品为主 另外呢 王品集团 2010年EPS 13.35 2011年15 2012年15.69 2013年4月9号的股东会上 通过了每股股利 股票股利 发放13.67元 然后股票股利 是1块 现金股利13.67元 股票股利1元 发14.67元 总共赚15.69元 发了14.67元 这个是很大方的老板 把它都花完了 按照他的现金殖利率来算的话 如果只光看美股的股利的话 是达到3.29% 如果把这个股票股利 1块钱配上去 因为当时的股价是415元 换句话来讲 1块钱的股票股利就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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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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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